尤其要求科技教育都是在学生孩子的生活当中 伦北国小的言用文教以及基家教育基金会的赞助资格 推动一个月的月档 到过电纽、参访都完肯定的学习和体验月档 和小朋友来了解平常时使用的电脑来争有什么样的功能 并且自己当手来用电脑组合起来 处理的过程若和第一次提供的学生孩子都感觉受惊惊惊 来到伦北国小的一早提供的学生孩子在老师的基督之下 来了解平常所使用的电脑 每一个造型的部分有什么样的功能 并且自己当手中电脑组合起来 处理的过程和第一次提供的学生孩子都感觉成事又好玩 我觉得非常特别因为平常不会有这种课程 今天我学到电脑里面的构造 还有电脑如何运作 像是排线可以传送资料 我觉得我跟同学我们这一组可以一起组装 我觉得很开心 为什么开心 因为可以一起组装 然后可以认识一下电脑的秘密 第100空白年的新课程 要如何让科技両理生活当中 让高学和新养人可以背后组组合起来的领力 是非常重要的领域 通过这种体验固定 也会让小朋友可以加清印象 今天我们只要是要让小朋友知道电脑的秘密 让小朋友知道电脑这个主机里面到底藏着哪些东西 今天会有实际的教具 让小朋友实地的手段去操作它去组装它 然后会介绍每个硬体的构造 还有它的功能 希望小朋友从这堂课中能够 也认识到电脑里面到底藏着哪些东西 可以把它组装完成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营养文教基金会提供我们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 我们从上学起整个我们生活主题 包括诗衣住行科技整个一个巡回展 那我们配合上我们整个模组化的科技教育的一个数位教材 那我们这些起就是开始进行我们所谓的科普体验DIY活动 我们希望藉由让学生实际的去体验去操作 然后让他们知道科技的奥妙 那我们加上我们10月的时候也有去台北三天两月的一个科技见解思旅 然后让学生实际去参访 拓展他们整个科技的视野 有了这种的库庭 相信在小孩小小的信赖 也建立了科技教育的基础 让他们可以在快乐的体验过程当中 来了解自己的幸福 正一步来发展适合自己的未来 接着拍这期节目 报道